美国打美国,今年开年就是王炸 老登和懂王争权 美国治下德州叫板拜登政府 美国可能开启第二次内战 1月12号老登胜诉 美国边境设置移民墙问题 德州抗议联邦政府视为入侵势力 宣扬宣布独立 德州是哪来抵其宣布要独立 因为德州本身战斗力就强到不行 如果将老美视作解体前的苏联 德州就相当于俄罗斯一样的存在 德州是老美的第二大州 也是军火与高科技制造工程 人口规模大约2800万和波兰接近 经济规模位于老美第二 全球第八和纽约加州 并称美国经济三巨头 是美国主要的工业州和农业州 并且德克萨斯拥有全美最多的500强 产业种类极其丰富 两个最大陆军设施在德州 国家航天局总部也在德州 军工产业更是首屈一指 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作的F35和F22的工厂 还有贵尔德斯隆美国雷神等军火商 具有硬扛美国联邦的实力